她永远张着嘴 眼神呆滞 就算是用力掐她的腿 她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就算是鞋子里被放满了玻璃碎片 把她的脚掌全都刮破了 她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她不会说话 听不到声音 会吃沙子和塑料玩具的一部分 易达虽然还小 但是她已经认定 她这患有自闭症的姐姐安娜 是她人生路上最大的败笔 父母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她的治疗 父亲因此换了工作 他们一家搬家的次数也很多 而因为安娜的存在 易达不可能去旅游 她很有可能还要负责担任安娜的保姆 安娜几乎不会发出声音 但是她喜欢把锅盖放在地上转 这个噪音实在是太过让人反感 不过易达一直想问 她到底是怎么能够让这个锅盖 转这么久都不停下来的 即便不转锅盖 她的手就会抽抽 总之坐在客厅或者饭厅的地毯上 那么大一坨 想忽视都完全没办法忽视 每天都待在有安娜的家里 易达感觉到压抑 所以她沾染上了很多癖好 特别是伤害昆虫以及伤害安娜 这叫邪恶的爱好 让她从那种稚气的生活中 得到了一丝解脱 新社区很大 小孩更多 他们简直就是一群幼稚鬼 过度早熟的易达 对这些凡夫俗子提不起任何兴趣 正在她要爬上公寓后的山坡的时候 一个男孩自动上来打招呼 他叫本杰明 易达这才发现这里是个移民社区 本杰明和这些凡夫俗子不一样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男孩 他的动手能力一流 甚至可以称他为超群 如果你将一颗石子往他的面前丢下去 那颗石子会瞬间弹到旁边去 易达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本杰明霸动了一下自己的裤腰带 他拿皮筋做的隐形弹弓 是用弹弓将石头弹开的 说实话 他没见到弹弓 要不就是他的手实在太快 要不就是根本就没有弹弓这玩意儿 不管怎么说 本杰明指定是有点东西的 他再次为这把弹弓添加了一个词条 指导他认为的坏人 易达瞬间对本杰明佩服的 那叫一个五体投地 甚至回家对自己的老爸老妈以盘炫耀 这就是我的新朋友 一身的特异功能 他看到了很多 没看到的也很多 比如说他没看到本杰明想踢足球 都能被大孩子欺负的抬不起头 他没看到这么长时间了 本杰明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他在姐姐的鞋子里放了玻璃碎片 易达这个熊孩子 当然不知道这种感觉 一颗沙子混进了鞋子 时间长了都能刮伤脚掌 更何况是三块碎玻璃 但是安娜没反应 从帮他穿鞋的老妈没检查处隐藏在 上脚掌下的玻璃碎片 到回家他急匆匆的脱下鞋子 露出沾满血的袜子 安娜都和往常一样 这种恶劣恶作剧得逞的感觉 和他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竟然没有一丝兴奋 易达知道 安娜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家里的房门会被锁起来 安娜会做出尝试开门的举动 艾莎从早上开始的时候 就感觉不太对 首先是早上的时候 袜子的上半部分 几乎都被血一样的红色给染完了 除此之外 他能感觉到 社区中的一个人在呼唤他 这种召唤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他还是因为找猫的缘故 来到了一栋 他从未来过的楼栋 跑到了其中一层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样 他握上了门的把手 就在这个时候 脑子里那种召唤的声音 却戛然而止 艾莎和安娜的邂逅 被提前终止了 但是他俩的见面会来得很快 第二天下午 易达又再次担任起保姆的众人 他看着安娜将塑料吃进嘴里之后 才出声让他别乱吃东西 并且大方地为本杰明 介绍安娜的特性 本杰明大方地掐了一下 并且露出了相当得意的神情 本杰明以要告诉艾达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为由 直接让他把那位自闭症的姐姐 独自一人留在秋千上 不过很快 艾莎就坐在了他的身边 从昨天开始 艾莎就觉得奇怪 他能够感知到 安娜身上发生的事不说 除此之外 甚至能看到安娜的梦境 那是一个和现实完全相反的世界 安娜在他自己模糊不清的梦境中 能听到父母对他说的话 但是同样也是模糊不清的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 连接了他们两位 安娜与艾莎能感知到对方 特别是艾莎 艾莎能够听到安娜的心声 一俩眼睁睁看着一只无辜的猫 因为本杰明受难 他无法忍受这样残忍的做法 他原本以为自己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坏小孩了 可他的程度在本杰明面前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什么都算得上 他有些心虚也突然恢复了理智 安娜可是被他独自一人 留在秋千上呢 他会不会已经被人拐走了 或者是自己前往了什么地方 受伤了 这样的恐惧冲上了艾达的大脑 不出他所料秋千的地方 再没看到安娜的人影 不过没走两步 就在屋檐底下 见到了晚孩的艾莎与安娜 艾达悬着的心 这下才放下来 然而艾莎却突然出声 说出了一段匪夷所思的话 她虽然是你的姐姐 但是她不想和你回去 她想跟我走 艾达简直惊呆了 安娜不是不会说话吗 到底是怎么能和这个 看起来脑子正常的艾莎 玩到一起呢 于是他们四个小孩 成了好朋友 艾达顺其自然地发现 她简直是叫 四人组里最正常的一位 有艾莎能陪安娜玩 她的确能省不少事 艾达也是从这个时候才知道 安娜那个能不停地 转锅盖的技能 绝对算是超能力 而她有些害怕的奇葩 本杰明会用裤裆 弹大石头的技能 绝对也算是超能力 而艾莎竟然能读星 是绝对的超能力 虽然但是 大家其实对艾莎的 这个技能更感兴趣 于是四位熊孩子的决定 开始做一个实验 他们在楼洞的楼梯上下站定 本杰明和安娜一组 站在楼下 而艾达与艾莎一组 站在楼上 本杰明能够读出艾达的想法 却对安娜所想 束手勿策 也就是说 虽然艾莎与本杰明都会读星 但是只有艾莎 能够读出安娜的星 这其中的缘由 让本杰明费解 安娜的出现 让艾莎的生活 变得相当有趣 他们两位之间的 隔空交流最多 正当他们二位笑得 开心的时候 总有一个人感到很生气 那就是本杰明 他知道安娜 会在画板上乱话 但实际上又不算是乱话 但正常人看不懂 全世界只有艾莎明白 安娜其实是在用这些 杂乱无章的 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他能看到 并且看懂 并且哈哈大笑 本杰明即便准备好了沙子 并且全神贯注 也只能够读懂艾莎的心理所想 安娜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一团摸不到的迷雾 本杰明想出了另外一种尝试 他能够入侵任何人的身体 并且操控这只身体 除了安娜 那么他能不能入侵艾莎的身体 控制艾莎 再用艾莎的能力 去读懂安娜呢 所以当天晚上 本杰明瞬间翻着白眼灵魂离体 越过了物理空间 锁定了艾莎 并且开始操控她 艾莎的母亲 看到艾莎突然站在了窗户前 往安娜家的方向看了过去 母亲焦急地上前询问 一段时间之后 艾莎才拿回了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并且对刚刚被操控的那段时间 毫无影响 本杰明失败了 无论他用什么办法 他都不可能知晓安娜的心思 也就因此不可能操控安娜 这个世界上最终会出现一个 他无法控制的人 而这个人会弄死他 本杰明是恶魔 这是来自恶魔的惶恐 而这种恐惧 在这一天 他们都去森林里玩的这天 迎来了高潮 本杰明依旧不死心地 继续要求尝试读心术 这次艾莎与安娜站在山坡上 而艾莎与本杰明二位分散在山下 分别站在了左边和右边 安娜一改常态 闭上了眼睛 安静了一会儿 而艾莎也一样 站在左边的艾莎的声音 不一会儿就传了出来清脆的声音 在森林中听得格外清楚 本杰明 大笨蛋 这是艾莎的心声 正当山上二位笑成一团的时候 艾莎突然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 给打击在地 艾莎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安娜直接绕过她的身后 往山下走去 此此刻 一颗从山上扔下来的石头 用一种极其不符合地球上 任何物理规则的曲线砸了上来 正好命中艾莎原本站着的地方的 身后的树 她愤怒地大叫着 不许骂我 她攻击了两个人 一个是有这个想法的艾莎 和读出这个想法 并且说出来的艾莎 当然本杰明认为 光这样的教训还不够 这两个死丫头 必须要学会怎么尊重她 她压着脸 冲着这两人走了过去 气急败坏的她 完全无视了安娜 她一遍一遍地大叫着 她骂我 他们骂我 安娜堵住了她的前进路线 也暂缓了她接下来 可能做出的恶魔行径 艺达瞪到了眼睛 本杰明也许终于是装不下去了 才在他们面前露出了 自己的本来面目 她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的发展 会导致他们三人 与这恶魔的彻底决裂 也许是艾莎的帮助 安娜彻底醒了过来 她挡住了本杰明的作恶 本杰明再一次感受到了 那种无力感 那种事情脱离了 自己的控制的那种恐惧感 三秒钟之后 这棵树竟然胡生生 从中间断了 本杰明 这样一个为非 作逮惯了的异能者 看着这场面 彻底震惊了 这场掰手腕 在她发现 自己绝对无法获胜之后 就停止了 所以安娜几乎是 完全凭借她自己 一个人的力量 将这棵树从中间 拦腰扯 本杰明自己这引以为傲的能力 在这个女孩面前 竟然一无是处 这比安娜不受她控制 还要可怕 本杰明与伊达不一样 她现在才发现 安娜根本就不是自闭症患者 或者说她的确是自闭症患者 而且封闭起来的 是她身体中 无法控制的强大力量 伊达和艾莎 作为两个无辜的旁观者 实在是合不拢嘴 艾莎终于知道 她无法清楚地读出 本杰明那些想法的原因了 如果上帝知道 这样一个男孩 却是极致地恶地化身 她会是怎么个想法 伊达则惊讶地发现 她那废物姐姐 竟然如此强大 本杰明竟然如此疯癫 而且 每当艾莎在场 并且尝试和安娜交流的时候 安娜总是处于苏醒状态 她在慢慢恢复 她的语言表达能力 她在慢慢召唤 她身体中那强大的能量 就连伊达都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有一根木棍 插进了安娜的大腿皮肤里 老妈乐领伊达 再也不许私自 带安娜出去玩 伊达实在是感觉 自己孤立无援 她有一肚子的话 却不知道该和谁说 本杰明 pass 安娜 pass 爱莎 pass 老妈 也许避重骤轻 讲其中一点 说不定还能行 她开口就对老妈说 安娜今天说话了 那场森林中的battle 安娜会说话 简直是最科学的一点 然而她那倒霉老妈 竟然都不信 她叫伊达别做梦了 伊达对老妈的失望 只维持了一会儿 老妈这样的反应 她其实也能够理解 安娜是她生命中的五点来着 为了能让安娜 再与她一起出去 她这天白天 将她给领到了老妈面前 请求着安娜能够说一句话 她像爱莎一样 引导着安娜 正当安娜 已经可以念出 妈妈这个词汇的时候 正像颇具突破性的行为 却被其妈直接遏制 相比于奇迹 与神奇的力量 大人们似乎更相信科学 医生诊断过多次 安娜已经丧失了 说话的能力 伊达对此彻底失望 她再也不能单独 带安娜出去了 这一点让后面的发展 变得越来越畸形 而这极致的乐的化身 本杰明则越来越嚣张 安娜的出现 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挫败感 这种挫败感 只有她的母亲给过她 她发现自己的能力过后 痛苦挣扎了很久 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来帮她 包括她那倒霉的母亲 她的母亲永远对她只会打骂 她不管做什么 这个女人不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 都会将气撒在她的身上 包括今天 她的辱骂依旧进行正 她那不懈的态度 以及易怒的个性彻底让本杰明愤怒了 这个女人也许生下了她 但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 那口锅的锅盖砸上了她母亲的额头 除此之外 那口锅里滚烫的热汤 彻底结束了她的生命活力 母亲躺在了地上很久 本杰明沉默着观察着 这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 与此同时 另外楼洞里的艾莎 不仅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头破血流 还看到了正对厨房的玻璃窗上 结上了浓厚的武器 她不知道这一切代表了什么 也许疯狂的本杰明已经对她自己的母亲做了什么了 这几乎是艾莎对本杰明效果最好的一次读心了 所以要说艾莎为什么不能读出本杰明的内心想法 原因是这样的 本杰明与安娜一样有两种状态 首先是极致的恶主导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本杰明是防御状态 她的念头往往邪恶恐怖 残忍自私傲慢 另外一种状态则是人性主导的状态 第一种状态到第二种状态的改变 取决于本杰明是否感到恐惧 如果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 或者是见到安娜这种比她强的人出现 恶就会褪散些许 此时的她也多处于可控状态 所以如果后面 他们三位注定与本杰明友谊战的话 也一定要交由安娜临战 本杰明最后一次展现出第二状态 是她听到母亲微弱的呼救 慌忙准备去打报警电话 但最终极致的恶还是占了上风 让她放下来电话 艾莎最后一次读了她的心 也知道他们三位的生命岌岌可危 安娜身上拥有强大力量 而归根究底 不怕既为强大 艾莎决定现在竭尽全力 让安娜彻底苏醒 用她强大的力量杀死那恶的载体 安娜的状态简直突飞猛进 她开始说话 甚至能说出相当复杂的句子 然而自从本杰明身体中的恶 完成了对她的母亲所做的一切之后 她体内的恶魔变得更加嚣张 她必须要不停地作恶 来满足她那日渐增长的傲慢 她的第一个复仇对象 就是那个在球场上欺负她的大孩子 本杰明体内的恶魔相当聪明 深暗借刀杀人的精妙所在 她随机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操控他们的身体 再让他们做出 她想让他们做的任何一件事 她用一种特殊的节奏与动作 作为心理暗示 让被操控人用最快的速度 和碾压式的力量 对她的目标实以包袱 这样的操控需要很大的能量 而本杰明可怕就可怕在 她体内的能量 就像是没有上限一样 源源不绝 很快就会到他们的身上 甚至到他们的家人身上 安娜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了 爱杀界安娜之口 告诉了一达她的初步计划 但是三人组里有一个人是异类 那就是一达 一达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即便她看到了 之前在森林中的那一幕 也见到了本杰明的恶劣与疯狂 但是她根本不相信 她能操纵人还能杀人 拜托 她只是一个会用裤裆弹 石头的小屁孩而已 于是她找到了本杰明 本杰明自招自己的异能 并且在一达屡叫不改的笑声中 翻着白眼操控了她的身体 这只是最初级的 本杰明还向一达透露 她还能用一个人最恐惧的东西 来让她看到一个她最恐惧的世界 一达现在的确没机会看到这样的能力 但是她告诉本杰明 她最害怕的是蛇 天真的姑娘不知道的是 这番剖白差点害死了她 随后本杰明再一次弄断了 曾经霸凌过她的坏小孩的小腿 本杰明本来还要继续表演 可快要崩溃的一达 狠狠地将她推倒在地 打断了施法 将她本杰明再次发作的时候 她感到了一种 她无法劈哩的力量 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 那种恐惧疯狂地笼罩着她的身体 她跑回来家大声哭喊着怒吼着 这是来源于一个傲慢的恶魔的骨干 她要想一个办法 发现她的不满 她要想一个办法 忽视掉自己的弱小 一定有办法对付那个安娜的 直到这天 她发现艾莎给了她这样一个机会 艾莎发现事态 正朝着不可控制的情况发展着 而且她知道安娜 已经可以控制自己的能力了 他们必须要结束掉本杰明 她这项明目张胆的攻击意图 很快就被本杰明发现了 然而艾莎没有料到的是 本杰明的攻击方式 实在太过丧心病狂 她对她的母亲下手了 用的就是她之前对伊达介绍的 她的另外一种异能 恐惧幻境 死在母亲的剪刀之下 这是艾莎无法想象的 这种残忍与绝望 是本杰明最想带给艾莎的 艾莎之死给正义团 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安娜的第六感被剥夺 而她原本就不可控的 无感也恢复成原来的呆傻状态 这接连的命案发生 同样让社区变成了警戒姿态 这样的环境 只会让本杰明愈发嚣张 伊达的精神紧绷 是从他们在进楼栋门的时候 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那是那恶魔的傀儡 好在大门即使被管上 他们家才没有人命丧于此 她开始尝试恢复安娜的认知 但是即便她哀求多次 还是没有一点效果 也许现在只有她一个人了 成功变成人的计划 伊达拿了一笔钱 在出门之前拥抱了一下母亲 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了 随后她买了一架飞机 并且叫本杰明到了天桥上 正当本杰明全神灌注的时候 伊达伸出了手 不过年轻的伊达总是有点判断失误 这个高度不足以结束她 反而让她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恶魔很快就恢复过来 而伊达这一系列行为被一个大人看到 她只能跑进了森林中避难 她很快就被扯入了本杰明 带给她的恐惧幻觉中 出发点是一个长条木棍 从蛇进入她的幻觉开始 她被幻觉中的三个疯子追杀 最终被逼到了车道上 好在她手握玻璃片 那疼痛让她从幻境中抽离 可还是被车给刮伤了 她醒来的地方在医院 最后一个能打的也都歇裁了 她的腿还被打上了石膏 很长时间也许她都要和这副拐作罢了 她绝望地等待着 那个恶魔什么时候来结束掉这一切 也许不用多久了 她最后一次请求安娜恢复清醒 她才是最后的王牌 打击恶魔的王牌 本杰明也许会用之前的方法操控老妈 正当她发现老妈手持菜刀转身 看上她的时候 她飞快躲进了厕所里 本杰明也许拿安娜没办法吧 不知道多久的艰难等待之后 义达却没听到外面传来一点声音 她鼓足了勇气打开了门 却发现家里压根空无一人 安娜来到了公园 和那个恶魔隔着一个人工湖 义达竟然用力敲掉了石膏 肥肃地跑到了姐姐的身边 安娜用自己的身体中全部的力量 对抗着本杰明 而本杰明身体内的恶魔 一边对抗着安娜的力量 一边对抗着本杰明内心的恐惧 当然 经过了这些作恶之后 那恶已经比之前要强大太多了 这场战争还是变成了苦战 但是这时 义达牢牢地握住了姐姐的手 然而最终 安娜召唤了这整个社区所有的争议 那恶寡不敌众 在本杰明低头的刹那 这场战役终于结束了 一切恢复了平静 但那些受伤的人们 却永远都回不来了 安娜又变成了那样 原本义达最讨厌的模样 义达牢牢地抱住了 买东西回家的母亲 而与此同时 安娜那胡乱涂写的笔 突然停了下来 故事戛然而止 不得不说 在这种大环境下 这的确是今年为数不多 相当精彩的惊悚篇 但说最佳可能还值得商榷 毕竟我个人心中的最佳是 危险警告 有兴趣的观众老爷 可以去翻查合集 本篇除了几位小演员的表现出色之外 其中的深意 也都是非常值得推敲的 恶的存在是客观的 与年龄无关 而同样一种能力 对待的态度不同 善恶不同 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 除此之外 恶的来源多种多样 但大多是源于七宗罪的 而其中来源最多的 就是傲慢 除此之外 本篇还引受了 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以及大人孩童的思维不同 导致的偏差 不管怎么说 结局还是大快人心的 虽然但是 我个人还是更喜欢 羊仔和危险警告 那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忘记点赞 订阅 转发 关注哦